对于在中国长大的小伙伴来说 革命歌曲自然不陌生 那么在西方有革命歌曲吗? 当然有 比如你最近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 听到的法国国歌 马赛曲 大家好 我是小吃神林克 贺友生将持续修出 有关点的音乐科普与赏西 借着巴黎奥运 我来聊聊马赛曲 马赛曲响策 法兰西上空 高光时刻到来 马赛曲几乎是世界上最出圈的国歌了 不管是不是法国人 马赛曲也经常引起人的共鸣 广泛的共鸣 和法国大革命 这个人类历史的重要事件有关 马赛曲作于1792年 此曲作者是一位叫尼尔的年轻军官 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 普鲁士奥地利联军入侵法国 斯拉斯堡的市长在一次聚会中 请尼尔写一首 能够将士兵们动员起来的歌曲 尼尔一晚上就完成了此曲创作 随后这首歌就在割地公演 并传唱全国 5月 马赛工人革命队伍 高唱这首歌浩浩荡荡地进入巴黎 马赛曲也因此得名 在第二年1793年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两年后的1795年 7月14日 法国都政府宣布将马赛曲定为国歌 可以说法国人民是唱着马赛曲 取得法国大革命胜利的 自由平等不爱的精神 永远留在了法国的三色旗帜中 法国大革命推翻分件装置也成为了宝贵的世界精神一场 直到今天马赛曲依然鼓舞着人们 运动员夺金时刻 足球赛场 巴黎爆孔事件后 世界各地人们也高唱的马赛曲声援法国 马赛曲是一首战歌 它的成功与一种音乐题材齐齐相关 这就是进行曲 进行曲是一种以步伐节奏写作的歌曲 所谓步伐节奏 首先就是以偶数拍子 比如四二拍或者四四拍 作为节拍 比如一二一二这样 对的差不多就是军训时候的起步走的那种节奏 一二一二 你想一下如果是三拍子 一二三一二三 那是走不起来的吧 比较适合跳舞转圈圈 同时这个节奏还要不快不慢 坚定有力 所以进行曲多是由管乐器演奏 在军列队也经常只有管乐器 一边行进一边演奏 进行曲有一种整齐的列队行进的感觉 所以也采用在运动院入场 分列室 庆典场合等 不过本次奥运会是沉船入场 马赛曲编曲也柔化了行进感 是管弦乐伴奏下的女高音演唱 一曲多编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这里先不展开 当然马赛曲进入大众传产的流量池 还是有几个音乐上的点值得说的 我们来看的第一句旋律 这里的纯似度特别重要 纯似度上行 这个旋律营程特别的正能量 具有向上感 在高能的主旋律的曲子中随处可见 比如国际歌 比如下旁低压的曲曲 尼竹亚马赛曲的第一句是连续向上的三级跳 一刻不够还用了两个纯似度 加起来跨了一个八度 坑枪有力 曲子一开始就一下抓住人心 诶 这是不是特别像现在做短视频 掉到前几秒钟就要留住人的浏览密码 还有点是中间竟然有离调 本来是一首在巨大调上的熊传的进行曲 到这里却突然离到了同族营小调巨小调上了 大调转小调突然被撞了起来 为后面的高潮组了铺垫 诶 然后明亮的巨大调组合弦再次响起 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对比戏剧感满满 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负点节奏 你有没有感觉到每次负点节奏出现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正向的力量感和推动感呢 再感受一下 负点节奏的音子在进行曲中也是十分有效的催化剂 这种节奏型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就是 法国序曲的节奏型 法国序曲你刚才也听过了 最有名的就是这首相盘DI的 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反复用到的负点 这种节奏型在西方乐传统中 几乎是一种人尽皆知的音乐符号 代表着一种尊重的仪式感 下旁DI 履历的时代 法国序曲是给凡尔赛公 都立了公门的皇室和贵族出场用的 但是他们正是法国大革命中被革命的人 所以虽然也是负点节奏 却是一种更优荣华贵的感觉 也常常用到了负负点 诶 更多简单的乐理知识背后 其实有英文化哦 想系统了解 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的用得上的乐理 链接就在下方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 现在很多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国歌就是稍慢的 是皇家的感觉 比如英国的天佑国王 日本的君之代 因为这就是给皇室写的音乐 而马赛曲呢 是人民的音乐 是人民的战歌 是共和的精神象征 你现在能听出他们背后的精神内核的区别吧 马赛曲是法国大革命 孤场阶纪的革命歌曲 其实也影响着后来的孤场阶纪革命 我们熟悉的国际歌 最早的填词也是用马赛曲旋律唱的 马赛曲也影响着近代中国 关中文歌词版本就有刘半农 邓超林王光启王涛等多个版本 众多史料与历史作品也展示了 沈尼尔在创作义游军阶纪曲的时候 受马赛曲国际歌的影响非常的深 起来把诸国义游的孩子们 到真的时候来的了 起来几寒小火的努力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起来不愿做终地的人们 可以说马赛曲和许多我们熟悉的革命歌曲 都有着革命精神的底色 都在凝聚人民的力量 作为革命歌曲的马赛曲 似乎很少有人将我们经常讨论的 那些古典音乐联系起来 我们不要忘了法国大革命的年代 也正是贝多芬生活的时代 BBC一部纪录片就说到 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激进的革命歌曲 已经被正式影响到了贝多芬的作品 所以你下一次听到贝多芬式的激昂 也不妨失去飞扬一下 联想一下自由引导人民 联想一下攻占巴士领域 甚至也联想一下我们都熟悉的革命歌曲 它们都有着相同的精英 都是全民之歌共和之歌 在很多其他的作曲家 马赛曲被用作直接挪用的符号 在《维也纳狂欢节》中 舒曼简短地引用革命象征马赛曲 航上摄影的粉刺 梅特林的倒行逆施 赛克夫斯基在1812序曲中 引用马赛曲《哲立场不通》 这指代法国气势胸胸的进攻 德彪西在前奏曲《焰火》中的最后 引用马赛曲的后段 像是庆典礼花落下的异象 在流行文化和电影中也到处有马赛曲 电影《卡塞布兰卡》用马赛曲 与德军战歌PK更是名场面 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披头是《All you need is love》 引用马赛曲作为前奏 我听到了一种自由不爱和社会公益的音乐 马赛曲成为了一种几乎等同于法国音乐符号的存在 也是一种国际精神自由不爱的象征 法国大革命中唱着马赛曲的人民赶走了 在法国序曲声中出场的凡尔赛贵族们 在民权与王权的PK赛中 人民大获全胜 奏向于凡尔赛宫中的法国序曲和进行曲的步伐逐渐融合 现在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在奥林匹克现场 和平与发展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那么马赛曲激励着士兵的旋律 现在又在激励着什么呢? 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也不要忘了给我们一键三连哦 我是何有声的林河 我们下期再见 ! 百分之鲁 发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